第一題小綠做單擺實驗,實驗數據如右表所示,試問它可得到下列哪一結論?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擺長越長的時候,我們的擺動時間也是我們的週期就越長 所以我們知道擺長越長,週期就會越長 但是我們也看到我們的擺長從25變成100,變大4倍的時候 我們的週期呢,也就是我們的擺動時間從10變成20,只增加了2倍 所以表示它並沒有成正比 因此選項A說,單擺週期與擺長真正比是錯的 選項B說,單擺週期與擺長成半比當然更是錯的 那麼選項C說,擺長越長,單擺週期越大,這個是對的 而所謂的週選項,單擺週期與擺錘質量無關,這個是錯的 雖然我們上課教單擺等時性的時候有講過,我們的單擺週期與擺錘質量無關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實驗裡面,我們的擺錘質量呢 是所謂的控制變因,它全部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的實驗,無法知道擺錘質量對我們的週期的影響 所以選項諸是錯的 因此第一題問我們說,試問它可得到下列哪一結論 我們答案選擇是C,擺長越長,單擺週期越大